你好,政治揭露阿威,大家好 這支影片播出是6月27日 我們先入正題議,請大家訂閱,何止江有收筆記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鈴鐺 請你們會一天的12點或晚上,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我又想講一個題外話 就是這個羅湖站的重建在大陸那邊 但是現在的重建模式 在TVB說會放棄所有的一地兩檢的運作模式 就是說原本聽了很久的方案 都是說把香港的港鐵站,關於羅湖那邊 伸進深圳那邊 就是說香港的人就直接坐一架東鐵線 過入羅湖那邊,就是深圳那邊 然後下車就一地兩檢了 原本的方案說了很久是這樣 但是最後現在就說深圳那邊 那邊呢,決定就是維持原狀 就是說呢 可能呢,現在香港用了幾...可能一百幾十年那個 羅湖站呢 看來呢,就可能...我想重建的機會呢 比較小一點了 就是在羅湖那邊會重建 但是我懷疑呢,那個重建呢 可能牽涉的範圍都未必是這麼大 因為呢,其實...我們平時過關在羅湖 基本上呢,每天都有這麼多人過呢 我想呢,都重建不了的了 仍然要過那條橋 不過呢,可能呢 羅湖那邊的重建呢 牽涉的是可能羅湖... 羅湖關口那些商場啊 停車場啊 那些可能拆了重建它 但是過關那些櫃台呢,可能不動了 那當然啦,深圳這樣的決定 看來就把重建規模縮小啦 第二件事就可能是計不定數了 就是說,喂,你要容納了 東鐵線的...的月台那樣東西呢 重建來講呢,重建不行了 因為呢,如果在重建的過程裡面呢 是必須要保持羅湖站 長期運作的 即是一路重建一路要的羅湖站 兩邊啊 無論香港那邊或者深圳那邊 都一定要保持運作 那我想呢,它做不到啦 即是基本上,那個重建規模會很小 那當然啦 立刻香港呢,TVB就拍幾個議員呢 出聲是這樣罵 那我覺得呢 建制派呢,真是學壞了姿勢 學了好像泛民那樣 鄧炳強 他這樣公佈 我相信呢,就是深圳那邊呢 量不定數 沒有辦法 容納香港 東鐵線的一個車站 放進去啊 深圳境內 跟著呢 就要搞一地兩檢那些都搞不定了 那人家深圳量好 沒有辦法 去搞這個一地兩檢 或者重建的規模也都會縮小的時候 那 你們這些仆街任家 產建制議員 一聽到做不到 就立刻好像沙語那樣去咀擊 尤其是我最討厭的那個呢 就是張恩宇的 就是他說做過 港鐵的鐵路經理 所以就他特別懂鐵路事務了 那但是這條仆街 我都講過的了 他後面的人 是民主黨前黨員 即是港獨份子 張炳良 AO黨聶德權 聶德權也是黃到仆街的啦 是不是?黑暴的時候 他主令啊 政制事務局 就強行 要搞這個區議會選舉咯 就益了些位 給泛民咯 是不是? 接著聶德權有林鄭力保的時候 最後炒人的時候 聶德權呢 繼續呢 是有工做 轉了去公務員事務局 但是這些人呢 最後林鄭都要下台 那麼他就變了什麼權都沒有了 那麼他就搞香港新方向 今天呢 張欣宇就是他的代理人 其實掛名是建制 實質呢 是黃絲來的 是黃到力的AO黨的代表來的 張欣宇 那你 喂 很明顯啦 人家深圳說不搞的話 你鄧炳強可以怎樣呢 是不是啊 那 喂 那你要搞一地兩檢 在香港那邊搞不到的啦 是不是啊 就是你羅湖那些很窄的嘛 那 羅湖站本身你沒有可能 起到 起到 可能說 喂 深圳那些 做了他們 他們那邊的口岸設施那些做不到的啦 那一定在深圳那裡 找地方去容納 東鐵線的車站的啦 但是 我想 人家深圳計算不成數啦 那就是維持原狀啦 未來一段 我想長時間我們都要繼續過那條羅湖橋啦 那你說 哎呀 很不理想 又說落後什麼什麼什麼 你們這些建制派去罵的時候 人家深圳不肯就沒辦法的啦 是不是啊 可能其他口岸 重建的時候 做一地兩檢啦 可能那些有得搞的 敏感度可能 我就知道黃江重建一地兩檢啦 那不知道地時啦 敏感度會不會重建啦 又或者會不會再多些口岸 我不知道 那我覺得 香港可以再多些口岸的 沙頭角那些 嘩 口岸可以其實 再想一下怎麼搞的 是不是啊 但是什麼都好啦 我就不說那麼多了 就是我真的會覺得這些建制派議員 他的嘴擊 是不是不想 給鄧炳強 升做政務司司長呢 如果是李家超要連任的話 我就希望2027年 鄧炳強做政務司司長 跟著在2032年呢 鄧炳強接手做特首 就是李家超鄧炳強一人做十年呢 是香港最穩定的運作模式來的 但是這些仆街呢 就是咀擊鄧炳強 我感覺 等我不說那麼多了 另外我講一下這個劉馬車啦 其實對於劉馬車這個人呢 我以前都講過了 他接觸過我的 因為他在大陸性犯罪 就是說他三番四次 在大陸呢 非禮女人 或者呢 意圖呢 迷奸一些女人 因為可能 他看到一些夜場 看到有些女性喝醉之後呢 可能他就夾個女生去賓館 在他醉酒不清醒的情況裡面呢 想發生性行為 但是當然大陸的公安 就不會讓你一些香港人 在大陸犯這些性罪行啦 所以就抓了 那麼他就坐了一段時間的牢 在大陸好像坐過兩次性犯罪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劉馬車呢 他 啊 然後呢 在香港呢 就 較早之前 就多次非禮一些 女童 就是走過去摸別人 那 令到這些女童有心理雍影啦 十三四歲 突然間有個 有個很猜疑的人 啊 就是呢 我有時候覺得呢 就是 香港這種呢 或者全世界流行這種KOL文化呢 是不正常的 喏 我自己 都是KOL 但是老實實那句 喂 我 除了有個大學位之後 我讀神學都讀了三 讀了幾年啊 是不是 我信義中讀了兩年 跟著崇基讀了一年 是吧 跟著呢 有時候呢 去旁聽一下讀一下 那我讀了很多年神學 那在讀神學裡面呢 讀了很多教會史啊 西方歷史啊 所以我有個底 我很喜歡歷史 所以呢 變成呢 我是有一定的學識的根底 跟著呢 我個人的人格 就正正經經 沒有醜聞的 即是你怎樣抹黑我都好 你最多說我以前 傻瓜 黃國 但是那黃的入子裡面 我沒有亂搞女人啊 沒有騙人錢啊 人家騙我錢就有 但是你流馬車 你憑什麼去做KOL呢 你心裡面有一種性罪恨 即是性犯罪的行為 但是這條油呢 已經是變了一塊屎啦 但是你又要高調啊 通常一些呢 鼠涉狗偷呢 就不見光死的 即是你又要有犯罪的心態 但是有性罪恨的一種性沉溺 那你就不應該做KOL那麼出名啦 但是他不是的 他又要高調 又要做KOL 跟著又要裝傻裝癲 跟著呢 他的人生給自己呢 因為做了一個KOL 變了出名了嘛 是不是啊 你不斷亂說話 那些人覺得 你說話很流暢 但是那些邏輯都亂了 但是你又有些少許蛇躲 啊 即是鬥雞眼睛啊 那所以呢 他 會給人感覺就是 他講什麼 都是亂說的 那跟著呢 我相信呢 他是收過美國老錢 所以呢 他押愛國 就因為他自己犯了這麼多性罪恨 他就說 哎呀我愛共產黨 其實他自己是一塊屎嘛 他叫愛國的話呢 其實就污衊我們所有 啊 就是 支持共產黨啦 支持二十三條啦 的人 其實 那情況呢 流馬車和龍心是一塊一樣的 當然你會想起 我這樣提起龍心 我當然是罵黑超啦 但是都是幾句的而已 就是流馬車是一塊屎 你 如果有人嘗試想捧他 那就是華記嘗試好像 被他黏在身上 但是很快華記推開他 那要醒目啦 那但是 喂你嘗試捧他的人都是有問題的 我看見黑超這些 都很用力去撐過一段長時間 龍心 但是龍心又是性罪犯來的嘛 其實對我們呢 任何呢 是反對黑暴 支持二十三條 支持政府嚴厲 是對一些外部勢力的漢奸呢 的人呢 流馬車說愛國 龍心說愛國呢 其實 我覺得是 他們收了外國人的錢 故意污衊我們而已 那這傢伙呢 他 這麼性變態 但是死都要出片 然後呢 他有犯罪這麼出名的時候 全世界真的不敢請他 喂我是麥當勞 那個老闆 那個經理 肯定就是 不知道他的全名 他的真名叫做劉俊謙 那你收到那個身份證 看到劉俊謙 那我請個人去掃地而已嘛 我怎會查這麼多東西 我又不是每個人認得他 真是我相信呢 香港七百萬人 不是每個人知道他認 就是聽過龍馬車 但是可能沒看過他的片 聽到他的名字 但是他的名字 就未必認得他的樣子 也不頂的 聽到他的名字就害怕 看見他的樣子 就未必認得是他 這個不奇怪的 就是我現在 我不戴口罩在街上 我想都沒什麼人認得我 我要承認這個事實 是吧 因為其實現在 香港不流行搞政治了 立了23條 所以我們這些政治KOL 開始沒有什麼人記得紅色 那不要緊 就是我覺得香港沒有黑暴 有23條平平安安 那我說香港政治沒有那麼多人看 就算了 是不是 劉馬車這種人 也是過氣的了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黑暴了 這些人也都美國人會拋棄 所以他不會再給錢 他再污衊建制了 那他 沒有東西搞 麥當勞也肯做 但是麥當勞 請他的時候 會不會劉馬車會非禮那些女同事呢 那當然啦 一個性罪犯 還要高調的性罪犯 現在搞到自己無路可逃 其實是死有餘故 那當然啦 我不知道他將來有什麼事情 就是要怎麼走 不過呢 我覺得呢 香港政府 如果譬如說 滴致遠的那個混蛋 你是社工來的嘛 是不是其實應該要處理 劉馬車的案子呢 是吧 那這些人是應該要 要和他 討論一下 他的人生應該怎麼走的 你這麼高調了 死都要做KOL 那當然啦 現在人家炒你 是不是啊 《大公報》都說了啦 炒了啦 六個小時已經被人炒了啦 那當然是人家不敢請你啦 你 悉魔非禮犯 龍心都是這樣的人 那人家怎麼敢請你呀 一個性罪犯 其實在香港應該路路不通 是活該死的 不過呢 我覺得呢 如果說有這些福利機構啊 有些更新的工作啊 特別去處理劉馬車的案子呢 其實我覺得呢 政府應該要幫忙的 老實實 我認真一點說 不過呢 他要接受幫助的時候 他一定要接所有台 如果不是呢 幫他的人呢 他就會很容易被他 污衊 所以呢 我不敢幫他啊 我不敢接觸他啊 因為他是一塊屎來的 每一個接觸他的人都隨時被他露屈的 沒有的啦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KOL的 這傻子叫做梁俊賢 學劉馬車 15歲 做小丑想出位 那他把烏門搜索 然後就搭濫了皇家區的墳墓 其實他的結構和劉馬車是沒有分別的 十幾歲 愷愷愷愷 家裡沒人理 然後以為做KOL一個出路 但是自己沒什麼抵運 沒什麼讀書 沒有任何的學位啊 任何事啊 都沒有啊 起碼我都讀了几年神学 是不是 我讀的书都不少 没去到博士都好 那我都有读书 这些什么都没有的人只可以做小丑 只可以发癲 好像刘马车那样 用个怪样有时候摸晒衣服 打隔队遮住自己的嘴嘴 在那里跳舞 以前刘马车就做这些事情 这个就去砸南亡压居的坟 我会觉得 我们作为成年人 如果有些子侄 有一些 有一些身边的子女也好 或者是朋友的子女 或者自己兄弟姊妹的子女 无端端去做KOL 其实很容易演化 变成他们要做一大堆低能的东西 去取悦网民 那些网民也很残酷的 你想拿view的时候 就叫他们做低能东西 就整个PM叫他们做低能东西 做低能东西 我就会和你谷 很多人撩他们 叫他们去死 做低能东西 就是这样 但是出名了之后 他再走错路 更加无论行 社会都很残酷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 做家长 一定要看着小朋友 你去上什么网 接着接触什么人 更加不好 就这么容易给小朋友去做什么KOL 他做了KOL 一会儿发癫 问家里多拿点钱 去买view 就是这些呢 最后搞到整身债 乱七八糟 甚至问一些奇怪的人借钱 这些越变越问题大 你男的问人借钱 买view 借钱还不到那怎么办 人家夹你 卖屁股又不行 女的更加什么都可以 是不是 不要乱给那些子侄 去入行做KOL 真是很危险的事 先说这么多